Hello 歡迎大家來到扮演妻系列的第一集 有看我的影片的朋友就知道 平時分享的大部分都是零失敗的簡單菜 材料和步驟都非常簡單 準備工夫和烹煮的時間都不會很久 兩三下手勢就完成吃得 煮了這麼多次都是快手煮系列的菜 不如就搞搞新意識來個新系列 如果你剛巧有留意我上個weekend的IG story 幫忙有時間就做了個蜘蛛羊腩煲 出了IG story就收到很多朋友問我 怎樣做和難不難做 我就知道一定有人會有興趣 所以我也有拍下跟大家開心分享 蜘蛛羊腩煲這道菜 聽聞又是男人的浪漫 有九成的男生都會喜歡吃 今次這個扮演妻系列的第一集 就試做蜘蛛羊腩煲 做過之後發現一點都不難做 可以說是100%的成功率 好了好了不說那麼多 一起開始烹煮這份男人的浪漫 好了看看蘇魚的材料 有黑草羊腩 馬蹄 冬菇 芝粥 薑片 蔥頭 蒜頭 調味料有 豉油 柱喉醬 腐乳 冰糖 首先看看今次用的羊腩 今次我選了中國黑草羊腩 通常做羊腩煲都會用這種黑草羊 它的肉汁會瘦一點 味道會濃一點 在街市的冬肉店或超市都可以買到 這一包還未夠1kg 裡面大概有10多塊 因為羊腩煲還有其他配料 所以這份量一家人吃就剛剛好 好了 就用水浸著把它解凍 冬菇 我就餘了6粒中型的冬菇 把它浸軟 如果想冬菇快點浸軟的話 就可以用暖水去浸泡 芝粥我也是在街市買的 通常都是這樣一包 如果大家很喜歡吃芝粥的話 可以買多一包 這樣點著羊腩煲的湯汁來吃 真的蠻好吃的 那我就懶 方便之後不需要再剪開芝粥 我就會在膠袋裡面撕碎一點 然後拿大盤出來 加水把它浸軟 薑蔥蒜我都準備了 薑切成薑片 蔥頭切半 蒜頭拍扁 靜靜雞告訴你們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買和處理馬蹄 街市阿姐很好有人教我怎樣選馬蹄 找馬蹄的時候要捏一下它 捏完整粒馬蹄 看看它實不實 即是它裡面沒有難度 可以選擇它 馬蹄洗乾淨之後 就可以切平頭尾兩邊 然後你看到馬蹄黑色深的位置 是要挑走的 最後把四邊的皮刨走 好像這樣就完成了 差點忘記了說 羊冷煲的其中一個靈魂就是 腐乳 腐乳我用尿媽記的牌子 都是老子號 在超級市場 街市都找到 拿六顆出來 把它硬爛 準備好 待會放進羊冷煲 好了這個時候 冬菇都已經浸軟了 我看浸完的冬菇都比較大塊 我把它一開三 吃起來就會更方便 還有我們的羊腩 這個時候應該已經解凍了 我們要清洗羊腩 全部倒出來 將每件羊腩沖洗 沖洗完之後 就可以拿去出一出水 披一披鬚味 準備一鍋滾水 水滾就可以放少許鹽 再放羊肉下去滾煮 全程都是用大火的 滾煮到差不多 你會看到煲面起泡 就要夾起羊肉 羊肉夾起之後 又可以拿水沖洗一下 這樣羊肉就乾淨了 好了好了 材料準備好 我們就馬上開始煮了 羊腩煲都比較多材料 有多湯汁 所以記得用一個比較深的平底鍋 在平底鍋裡加少許油 放薑片蒜頭 蔥頭下去 炒香 炒到薑蔥蒜也有少許微焦 就可以放羊肉下去 有些人的做法 就是把羊肉炒兩下 然後就開始加醬料 我自己喜歡把羊肉煎久一點 讓它有少許微焦 這樣炒煮出來 又會更香 好了 煎到差不多 就可以放入其他配料 有冬菇 還有馬蹄 開始聞到冬菇的香味 就可以放醬料 我想把羊蛋煲做到最簡單的版本 不想弄得那麼複雜 所以醬料也比較簡單 我會加入1匙匙的柱口醬 還有附乳醬 還有少許豉油 然後加水 水的份量蓋過所有材料 最後加兩顆冰糖 蓋上鍋蓋 蓋上鍋蓋 用大火把水煮滾 不用太久 已經煮到水滾了 就可以把它調到最小火 慢慢炆煮 大概一個半鐘 這次我們煮羊蛋煲的醬料 都非常簡單 就這樣準備腐乳 柱口醬 醬汁和醬油 就可以調味 如果你是喜歡吃濃味 重口味 除了這三樣調味料之外 你還可以加蠔油 鮑魚汁 藍魚等等 分量也要跟自己的口味調節 過了一個半鐘 一打開鍋蓋 超級超級香的羊腩香味 就可以放附竹下去 蓋上鍋蓋 蓋上鍋蓋 煮五分鐘 讓腐竹吸收羊腩煲的湯汁 過了五分鐘 就可以關火 這個枝竹羊腩煲也完成了 到了吃飯時間 我都把整個枝竹羊腩煲 拿出飯桌 吃的時候 一直這樣煮羊腩煲 看到蜘竹吃得差不多 放一些新的下去 還有生菜 你們吃的時候 記得準備生菜 沾著羊腩煲的湯汁來吃 真的超級棒 這碟醬就是 把腐乳硬爛 然後再加少許糖 混合一起的醬汁 吃羊腩的時候 點這些醬汁來吃 也是很棒的 好了好了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這次蜘竹羊腩煲的分享 如果剛好做完 蜘竹羊腩煲給人讚 記得留言跟我說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記得讚好 以及追蹤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